各位老铁你们也发现了 就是在评论区我很少回复 因为看不过来也没有那么多精力 我是一个人在做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会隔一段时间整理一部分 粉丝朋友的问题 今天统一回答 很有趣 娘西皮 我要有190 我看看该谁自卑 我有193 净身高 不穿鞋子 你是艺人 艺人是啥意思 我也不知道 想知道去捡和天狱子料老百姓的生活 现在的和天狱 其实很多都是泡卖开采 就算是河床上的料 也是需要你承包一段河床 用重心器械去挖的 当然也有那种自己去拿铁锹去发和天狱的人 那个出货的量特别的少 中年人真是一地鸡毛 你说的太对了 老季你肠卫功能好了没有 最近瘦的厉害 注意调整 之前锻炼健身98公斤 明显感觉我不喜欢那个样子 所以我瘦下来是刻意为之 我可能受习惯了 一辈子都是这样 我觉得现在非常通透 年纪轻轻 参悟如此清晰 这是经历了怎么样的磨难 你看你都说了 参悟的这么清晰 应该是收获 怎么会是磨难的 鸡大帅哥 有时候像执牛的少年 实话实讲 我就是觉得自己好像还没有长大呢 怎么就老了 很久不看了 发现你刮胡子了 那你真的是很久没看了 你进货的时候不用跟人交流 你进货的时候说话 别人是不是以为你在吹牛逼 啥呀 你瘦了好多嘴唇都发白了 在减肥吗 我又不抹口红 活成了自己年少时期 曾经嘴里说过最讨厌的人 好像人人都活成这个样子了 所以你有伴 不用担心 玉石宝石之所以贵 是因为它漂亮和稀有 越稀有越漂亮就越贵 风景真美 老季的发型真带劲 好家伙 降温了吗 都穿皮衣了 老母老季 老季讲的东西非常客观 无数的人都被某些商家 用一些话术一遍遍的洗脑 造成了严重的误区 本人也交了不少学费 已经渐渐心冷了 无论在河南还是新疆 明白了诚信二字比人更难找 还真是这样 现在的人缺失的就是诚信 因为诚信好不值钱 他就像是放弃容易 坚持很难 放弃只需要一个念头 所以他非常容易 但坚持你需要付出持之以恒 日复一日 甚至年复一年的努力 所以成功的人少嘛 这个英文字幕真厉害 加英文字幕是因为我充了那个剪辑软件的钱 既然充了钱 那你得用它的功能啊 否则我会觉得我亏了 所以这个英文字幕其实是要掏钱的老天 你啥时候来四川开店啊老兄 这些我都看着不敢买 去四川开店的可能性很小 其实你可以通过网络嘛 现在快递这么方便 哈哈哈哈你好可爱呀 你也特别可爱 看着老季粉丝从几十到十一万 也是学到了很多 那真是真爱粉 你看了这么久 我都是你好朋友了吧 老季你应该是一个矮人 矮人就是这样 社交相当于消耗 独处相当于充电 好多烦恼都是从人际关系里面来的 所以现在我觉得孤独才是奢侈品 你们有几个人能做得到 老季像诗人一样 孤独的诗人 这个是赞美 但是我觉得我受不起 我没有怎么上过学 没有文化 要在古时候 我这种属于叫做流氓 正是因为社交而感到烦闷就刷到老季 下午的时候想到很喜欢的一句话 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 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愿 嗯 那不就是你拥有了这件奢侈品吗 今天就整理了这么多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我没有太多的朋友 也没有什么交集 但我觉得挺好的 我不在任何人的计划里 我的计划里也没有任何人 对喜自如的孤独 反而是种难得的自由